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也是要支持咱自家的品牌吧 哎 老外 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500亩的新厂区吧 好 起来嘛 我说明来了 我就说先给你介绍了 南昌啤酒的新厂区主要包括原材料立仓楼 原料处理楼 糖化间 发酵间 包装间 成品库 公用工程间 窝炉间 以及煤棚污水处理 包装办公楼 倒班楼等 其中倒班楼是集合了餐饮娱乐 培训 消费 住宿 鱼一体的三星级综合大楼 而且这个新厂房呢 而且还引擎了当今最先进的公用设备好奇数 公用善其事 必先利其起 难怪这个南昌啤酒这么畅销 哎呀 有点 我们刚刚该设这个外国 没到三十一点的吧 我当然就跟我们公用一个工业流水线 好啊 我也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走了 它的生产线呢 是以每小时四万瓶罐装的速度进行生产 速度是相当的惊人 不仅如此 新厂区还引入了生产执行系统和生产监控系统 也就是说 它可以实时进行同步化操作 新厂区还采用循环经济 用现代化的高新技术 将所排出的有害无毒物质 重新加以综合利用和治理 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支持了生态环保的事业 说完了这个生产线啊 老万 我还有一个疑问 有些疑问吗 老万 就是我在市面上看到这个南商啤酒啊 有很多不一样的 大拼搭 小拼搭 还有名字都不一样 是不是有好多山寨的南商啤酒 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了 也是那嘛 都应该亮 有些 五十来个 知道吗 怎么都是南商啤酒 只是品种不懂而已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有很多山寨货嘞 那 到底有哪些温度呢 两个真的就会写的 那个 这样 我们就会 南商啤酒可以说是 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不断对产品进行了更新与换代 从早期的本生啤酒 绿资瑰宝 淡爽啤酒 到如今的纯生啤酒 无纯啤酒 低腔啤酒 南商八度 等十多种中高档产品 在2003年 本生啤酒还打破了省外产业 垄断江西高档啤酒市场的格局 并且在2006年 南商八度成为全省同行业最畅销品牌 2007年 南商八度 超爽啤酒 金牌啤酒 等多个品种获得绿色食品3A认证 2008年研制的纯生啤酒呢 开创了江西自主生产纯生啤酒的历史 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2010年 南商啤酒酿造出了南商无纯啤酒 成为行业的领跑者 喝了这么多年的南商啤酒都不知道 原来南商啤酒有这么多品种呢 嗯 那不要得不要紧 我老板告诉你 那就是有的了 嗯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搞得我还以为这些都是山寨国 搞得我丢脸丢大 哎 这屋里丢点不要紧下来吧 你这外面爹点也在就难过 下次呢 我不会记错了 等到聚会的时候呢 我肯定能把南商啤酒的种类全部说出来 嗯 南商啤酒 南商有南商啤酒 哈哈 走吧 走 吃南商啤酒去 好 米子 我今天就为你吃南商啤酒不醉不回了 OK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 好的 那今天的有奖问答是 南商啤酒是哪一年酿出的南商无纯啤酒 A2006年 B2008年 C2010年 登陆圈圈碗南商啤酒页面 参与有奖问答 我们将会胜出啤酒一箱 天生好水牛好酒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发现 喝了这么多年 吃这句吧 好 天生好水牛好酒 天生活水牛好酒 OK OK 加油了 哈哈 啊 好了 我给你 我给你一首饱饿过去 哈哈 来 来 就叫啦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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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